这里有两支某品牌的牙膏 这支是消费者在淘宝店促销活动时购买的打折产品 后来经有关方面鉴定是假货 而这支是厂家提供给我们的正品 仔细端详从外观上 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很难看出 谁真谁假 今天的节目 我们就以这个假牙膏为线索 看看这背后究竟暗藏着怎样一起造假受假的答案 浙江的陈女士在2016年年初 网购了某品牌的牙膏 发现很不对劲 因为牙膏是在淘宝店促销活动时买的 也就几十块钱 陈女士本打算就此自认倒霉不再追究 但后来她的想法改变了 反正这个钱也不止几个钱的老 但是后来我想想不对嘛 因为我们中国不是现在用淘宝的不是都比较多买东西 然后我最后想想 我自己一个人上上收片了 算了老 然后如果哥哥都上上收片 那不就中国不就完蛋了 所以后来你就举报了 对我就报警投诉了 台州浙江公安部门接到举报 具体事项由刚成立不久的 食品药品与环境犯罪侦查大队负责受理 我们发现了以后呢 那么感觉比较重视 那么立刻呢 我们联系了我们的案例公司 叫他拿回去鉴定 一鉴定发现确实假 事后记者还专门来到某品牌公司 焦江分公司进行求证 你在那个拉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发现 我们这个产品是很难 它这个是很容易采出来的 这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对 这个就是这个 润泽度 这个是比较干的 那还是可以辨别的 如果说没有这么去比对的话 可能就不太明显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如果消费者是通过网购 没有和正品进行仔细比对 其实很难发现 自己买到了假货 当自己亲身体验后 发现买了假货 为时已晚 就在焦江警方 接到举报的同时 阿里巴巴后方管理平台 也接到了很多类似的举报 我们希望的是 包括全力人也希望的是什么 能够真正地追到线下去 首先就是你要追到线下去 不光是追到线下的 实体的那个 开网店的那个人 还要追到这些货 它的货来源于哪里 对吧 这些货是哪里批发来的 这些货是哪里生产的甚至 那么通过了阿里巴巴的 大数据的平台的 一种分析以后 这个发现 这个案子并不是简单的 就是这种的 下面一个成绩的 小数甲案件 这里是位于台州的一处库房 里面存放着部分 从全国各地起货的 假冒侵权的涉案物品 在这个库房中 不仅有各类名牌化妆品 洗漱用品成品 各种用于造假的 罐装内容物和包装物 还有在河南夜线窝点 起货的罐装工具 今天做剩下的就继续成了 你看里面还有残留的一些 那些乳液精华 这种洗在里面 其实很不卫生 这个地方做的 它具体是怎么一个操作呢 这一台是它电源 装罐装的电源 控制它的罐装的速度 然后它这边有一个出口 这边放原料 接过来之后 这边有一个出口 然后这边用软管 接出来 放到瓶子里面 很难想象 那些售价成百上千的 知名化妆品护肤品 造假者 竟是以这样的工艺 生产出来的 那么它的利润空间 到底有多大呢 在哈尔滨的一个 假货批发窝点 警方在现场 发现了一张出货价格单 宁核扫十一顿饭 但是我们不能脸上长 缺斑 这个现在女性消费者 这方面比较注重 像这个护肤水 美白乳液 你看 这是它就是出价成本 四块四块 后面涨价了以后 出价几块五 结面乳 成本三块五 出价以后涨到五块五 最终流向四杀的时候 就将近十倍 那么其他高的 像一些化妆品 像晚上之类的 几十倍 几十倍都不止 最高的可能要达到 一百五十倍多 一百五十倍还不止的 有一个产品是 卖了一千多的 我们的一些护肤品 那也就是十来块钱 对 就十来块都不到 就几块钱 几块钱的成本 包上知名品牌的外衣 就这样 假货通过各种渠道 以高价 一步一步地流向市场 这些侵权产品 往往以打折促销的面目 吸引消费者 但质量根本没有保障 这起制假 售假的侵权大案的 最初线索 源于消费者 对网店的举报 那么网络售假 有什么样的特点 消费者又怎么样 才能把买假的概率 尽可能地降低呢 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 网络购物的时候 也要多些自我保护意识 不能只贪便宜 而且还要保留好 聊天记录等交易证据 发现问题 及时举报 感谢观看